我們首先會下膠水 大約40毫升 我們先攪拌 之後我們會下我們想下的顏色 這次我會做這個顏色 我們就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會下一匙梳打水 然後再攪拌 你會看到它好像很水 但就不是失敗的 之後我們就下洗礦水 然後再攪拌 那你會看到它有少少開始成形的了 那我們就再下 多半個匙筋 然後再攪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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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成了然後呢 我們這樣攪拌均勻 好 好 然後再放半斤梳打水 然後再攪拌 讓它不用太黏手 攪拌攪拌攪拌 你會看到它好像有點爛 但其實也不是失敗 如果你覺得它在水就繼續攪拌 攪拌完之後就不用了 這樣就完成了 我就拿出來玩給它 製作拉麵膠的原理 膠水的成分是醉熱稀醇 而醉熱稀醇是一種水溶性的塑膠 我們用眼藥水代替膚砂 因為膚砂含有毒性 而眼藥水就有很多種 那我們就要選一種含有膚酸的眼藥水 BORIC EXIT 就是彭酸 當彭酸加入膠水的時候 彭原子和養原子 就會將聚月輕純 串連在一起 所以膠水就會在空氣裡慢慢凝固 我們摸膠水的時候 會覺得它黏黏黏 其實是因為聚月 稀醇 含有很多的強肌 具有極性 而且可以跟水形成輕件 當梳打水加入膠水的時候 它就會減低了膠水的極性 而且膠水的黏性就會很急速地下降 所以我們平時玩的拉麵膠 就一點都不黏手了 我今天想教大家的教學 就完畢了 多謝